在浏览集中输gethub.com回车 你就能进入到全球最大的资源网站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任何资源 什么英语考研编程 这些付费资源 不仅质量之高 而且全部免费 但我认为大家想要的不仅仅是知识 更是金钱 在AI副业赚钱项目中 几乎总结了普通人 可以用AI赚到的所有副业 电影剧情解说 AI小姐姐 个人头像生成等等 你或许想过用AI赚一波流量 但苦语不知从何开始 但这里每个项目都有详细的教程 供你学习 而且完全免费 想要找工作 但不知如何提高面试技能 这里有详细的面试指南 供你使用 而以上只是gethub功能的冰山一角 今天小宇就用一个视频 带你弯动最强资源网站 gethub 正常情况下 在浏览器输入gethub.com 你就能进入到gethub中了 但毕竟是墙外的网站 有时会遇到家载过慢和CNS的情况 其实非常简单 打开小火键就可以 在浏览器中输入这个网址 进入steam++ 不过这个软件好像改名字了 但无所谓 选择对应的版本下载 在steam++中勾陷gethub 一键加速 即可流畅访问gethub了 不过我觉得还是小火键更方 在gethub 你几乎可以找到你想要的任何资源 以英语为例 不但有大量的搜索结果 而且内容都是经过大家认可的 以这个star接近20k的项目为例 从为什么到怎么做 以及每一个步骤需要的时间和方法 都在这里进行了一一列举 内容之权 质量之高 以及20k英语学习者的认可 或许比你花费大几万 语用得多 紧这一条也许就能满足 大部分人的搜索结果 但gethub不止这些 在gethub趋势中 你可以快速了解到 全球互联网中近期最初出的开源项目 你可以选择只看中文 日期可以修改为月份 防止错过当日热点内容 像大名鼎鼎的conf UI就在其中 说实话 gethub上的项目真的是太多了 这里小宇推荐给大家一个 了解gethub的必备网站 Hellogethub 不但把gethub热门项目都总结起来 方便快速检索 而且都用中文进行了标注 让你一眼了解项目功能 我最常看的是这个月刊栏目 总结了gethub每个月的有趣使用项目 有非常实用的图片压缩软件 也有直播教学常用插件 试试显示鼠标和键盘状态 也有人人都能用到的 可以私有部署的笔记软件等等 但不管这些项目有多优秀 你都可以直接免费使用它们 因为这是在gethub 所有的内容都是开源免费的 而这正是中文互联网 算了不说了 这里为了能让大家更快了解gethub的基础功能 需要以查找阅读这款强大的读书软件为例 方便大家记忆 在gethub上方搜索栏中直接输入阅读回车 甚至都不需要登录账号 就会出现大量的搜索结果 但默认搜索结果往往不是我们想要的 把排序规则改为这个 此时项目就会以点赞数量进行排序 1k就是很优秀的项目了 而这个25k的项目就是我们想要的阅读软件了 进入项目界面 我们只需看几个地方即可 右上角的star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star越多 项目就越优质 star下方的about关于 这里就是项目的基本介绍 中间这部分就是项目的原文件 普通人不用管这里 下下滑动就是项目的详细介绍 其实这里展示的就是readme里面的内容 但有的作者精力有限 readme里面写的内容相当简单 这也是正常的好 点击页面右侧的release 这里记录了项目发布过的所有版本 以及每个版本的变动 我们点击这个apk 就能直接下载到手机上进行安装了 OK 这里我们就成功安装到的手机上使用了 不知道这样的流程 是否让大家了解了Github的基础操作 而以上介绍的只是Github的基础玩法 也是能直接帮助到大部分用户的玩法 但Github可以做的不仅仅是这些 如果这期视频可以帮助到你 希望可以给小语一个三连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 我是小语包爱 一个分享黑客机的封号区up主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